新片江湖儿女电影海报已不见冯小刚主演名字 翻设自微博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中国央视前知名主持人崔永元曝光女星范冰冰 签下阴阳合同等一系列逃漏税 在娱乐圈掀起一场风暴 此事仍在持续发酵 而最心中枪的人 就是金马影帝冯小刚 前天冯小刚公开斥责造谣者 他声称绝无阴阳合同 我自己纳税以累计数亿元人民币 绝对赚自己该赚的钱 但知情人士表示 这是因为范冰冰现在已经进去了 冯小刚的说法只是在撇清关系 冯小刚又和央视前知名主持人崔永元 在中国娱乐圈正掀起一场风暴 翻设自微博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导演贾张科新片江湖儿女 本来由冯小刚单纲第二男主角 他的名字也出现在电影海报 不过坐在官方最新发布中极版海报 冯小刚已被除名 更夸张的是 该片预告片中 也完全找不到冯小刚身影 在最新曝光的一分多钟预告片 有主演的南京廖凡 赵涛 徐峥等人 就是没有冯小刚 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戏分一遭删除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